新北市政府今年积极将自驾电动巴士导入公共运输载客的接驳服务 今年启动自驾电巴双车的联动计划 结合程学业界研发两辆自驾电巴 进行车队编组解列的V2V类捷运系统的运输模式 创先成功打造了自驾电巴国家队 在今天于新北市淡水区举办了启动的记者会 新北市副市长陈纯净就宣布从10月14日起 开放民众预约免费达成 新北市政府近几年积极将电动巴士导入公共运输载客接驳服务 而今年启动自驾电巴双车联动计划 结合产学界研发两辆自驾电巴进行车队编组 解列的V2V类捷运系统的运输模式 创先成功打造了自驾电巴国家队 在今天于新北市淡水区举办启动记者会 新北市副市长陈纯净也宣布 从10月14号开始开放民众预约免费达成 我们的科技啊 我们台湾自己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一个系统啊 我们自己的这个设备啊 达到90%以上 所以刚刚这个国家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尤其是淡水啊 我们享受了这个轻轨的这个服务 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把它陆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完成哦 副市长表示 新北市自驾电动巴士二期计划 与交通部办理的淡海实验场域研究计划5G设备结合 也透过公司协力提高国内自驾车发展量能 由勤威国际科技的专专业自驾技术领军 打造国产化比例高达90%的电动线控巴士 工业技术研究院车联网的通讯开发能力 还有红树林有限电视 在地的光纤网路部件基础 打造潜力无穷的自驾电巴国家队 成为台湾之光 那经由这样的一个市营运的经验 那我们争取这一次呢 是在第二期的这个双车联动 所谓双车联动呢 它就是提升智慧驾驶的这个功力呢 功能能够让这个服务呢 不但在主要干到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的更快速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移动 那更重要的是到了这个终点的时候呢 它可以分散服务不同的社区 跟不同的终点的需求 这个多重的运用可以运用在 比如说第一台车有司机 但是第二台车没有司机的这个巴士 因为现在都缺工嘛 或者是说 可能你有一台类捷运 有公车专用到上面 但是呢 我整台动用专用到 就可以比照这种 多车联动的方式 然后减少司机的数量 或者是直接用自动驾驶 那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就是科技感非常高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免建轨道 所以整个成本降低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执行速度很快 交通局长表示 新北市自驾电巴二期计划 除了扩展原油的测试范围 增加停靠站及车辆数之外 也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提升车辆运行速率 从一期计划的每小时15公里 提高到每小时25公里 更发展出只要驾驶员按下一键 两辆电巴就可以开始互相沟通 分享彼此的运行状态 以及决策车辆移动的V2V模式 两辆电巴运行时 也会依据安排的路线进行车队编组 解除列队以及重新编组 这次运行路线长度为2.8公里 也欢迎民众一同见证新形态的公共运输服务 创造更具任性的永续智慧程式 记得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导